林梦20日迅印尼籍男子一逃去时令及不遂,当街砍杀华一击伤。 该男子逞凶后,匆匆逃离现场,过后被警方迅速逮捕。 这起命案于今早期时许,在距离沙问边界500公尺的林梦都东岸关卡附近的商业区驳车位发生。 死者是陈国奎62岁,来自林梦,生前是一名机商,经常在送机纸及塑料供应给当地商家。 警方初步调查,死者与嫌犯36岁并不相识。 林梦警区主任那邦在诺警监说,据目击者指出,嫌犯已向死者逃去时令吉,你买车票返回林梦市镇,但受到死者拒绝。 他说,双方因而发生口角,嫌犯在愤怒下,竟拿出菜刀朝死者身上乱砍多刀。 死者试图逃离,却多次被失去理性的嫌犯追上及猛砍,结果身受重伤,倒闭街上。 他说,医护人员受照常,证实死者已毙命。 警方随后掌握情报,拉队到肝榜伯兰丁,并在二名居民协助下,逮捕涉案的嫌犯。 他说,死者遗体过后送往林梦医院太平间,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02条文谋杀调查此案。 据悉,死者身体前后多处有伤口,距离死者遗体的20公尺和50公尺远处,也留下大贪血字。 命案发生后,社交网络流传医护人员在街上为死者抢救的视频,视频中,可见死者身穿的白色T恤已被血自染红,也有网民传出指嫌犯曾向死者乞讨时令吉。